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观众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大陆网友如何通过OBS 进行YouTube的一个直播 之前来讲的话 很多小伙伴想在YouTube上进行直播 特别是大陆网友来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在直播的时候你的OBS的推流源 无法突破这个防火墙 传送给YouTube 那么之前的很多大佬的做法 都是要通过一个代理 也就是说 让你的OBS的信号源 也可以通过你的VPN的代理 把信号传送给YouTube 那最常用的就是这一个软件 那大家要下载一个这个代理软件 拿Oxphere这个软件来进行系列的一些 这个设置什么东西的才可以达到这个 推流的办法 就是说你的浏览器呢 通过这个VPN的 线路 已经可以正常访问YouTube了 但是你的OBS呢 你的OBS这个信号源 没有办法啊 通过这个VPN 到墙外去 这个信号 可能打给YouTube 所以说没有办法进行直播 那么今天我这个办法呢 非常简单啊 不用那个代理软件 就可以直接 进行这个YouTube的直播 把你的 这个漏播的东西也好 或者是你的 OBS采集的这个 摄像图的信号源也好 都可以直接一键 传送给YouTube进行直播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OK 我们首先要来到OBS 进行一个设置 打比方我现在要把我这个浏览器上 采集的一个实时的视频 把它 推送给YouTube进行直播 好 那我们首先要进行设置 我们点设置 点设置这个地方呢 我们选这个直播 OK 这个地方一般默认它都是那个Twitch 这一个选项的 一个直播 那我们把它改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用YouTube直播 我们选第二个 这个就是YouTube的直播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大家看到这个服务就是YouTube的 这个服务器 这个不管它 不用换 这个是YouTube它自动设置的 自动设置的 你就不用管它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 推流密码 推流密钥 这个什么东西的 我们在 这个办法当中呢 也用不到 也用不到 我们也不管它 OK 这边应用 确定 好了 这个OBS做了这样一个设定以后呢 我们再回到浏览区 回到浏览区 我们点右上角 你频道要登陆 登陆以后点右上角 这个地方点第二项开始直播 好的 第1次直播的话呢 当然的话 你要首先要申请直播 申请开通直播权限 那么YouTube需要验证你的手机号码 验证完以后呢 需要等待24个小时 OK 那么等24个小时过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正常直播了 OK 开始直播以后 到这边呢 它会默认是一个摄像头的一个直播 摄像头的一个直播 摄像头的直播呢 我也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很简单啊 大家看到我这个屏幕的周围已经是我这个摄像头在动的了 对不对 已经是我摄像头在动的了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详细信息 这边就是一个 就是添加一个标题 打比方我们是视波 对不对 我们是视波 那说明这边呢 我们也给他弄个视波 对不对 OK 这个类别这一边啊 人物和博客什么东西的 他就是你选类别 这个我们不管 这个缩略图大家知道 就是你这一场直播要带给观众一个什么信息 做一个缩略图说明 我们也不管他 播放列表这边呢 你选是哪一个播放列表 我们也不管他 但是这个地方一定要管的 就是说你的观众 是否面向儿童 那我们点 否 内容 不是面向儿童的 OK 假设你要点试的话呢 他因为面向儿童有很多限制 我们没必要搞那些东西 OK 我们这边点继续 啊 这一边自定义 可以实时聊天还是同放啊 这边参与者是什么人 休息延迟怎么样啊 我们点继续 不用管他 这边因为我们是试播啊 他默认是公开的 我们试播了 我们就点思想 啊 我们就点思想 点了思想以后呢 这个直播只有你自己看到 别人是看不到的 就算他收收到你的频道 他也看不到你的直播 OK 让我们点完成 点完成以后呢 他这一边就创建直播 当然这个直播是摄像头直播啊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调用这个摄像头 我是USB摄像头的啊 麦克风也是一样 那我们点开始直播呢 他就开始直播了 OK 大家看到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了啊 左上角这个地方呢 显示时间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直播了 当然直播的画面是我的摄像头啊 我只是做一个演示 OK 我们把它关闭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 是要把我们 OBS上的内容直播的这个上面去啊 YouTube上面去 并不是说用摄像头来直播 我们摄像头的内容 对不对 OK 那大家看我表演 重点来了啊 重点来了 我们还是要 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 做一个设置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 启动虚拟摄像机 对不对 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启动虚拟摄像机 我们把它点开 OK 点开了是不是 OK 点开以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YouTube 我们同样是打开这个摄像头 来直播 有些小伙伴们有疑问了 你这要推流OBS上的内容 为什么又开摄像头呢 啊 这个稍安物照 看我来解释给大家 那这样同样的还是标题还是四波啊 我们还是四波 嗯 还是四波 我们这个四波二了啊 四波二了 OK 这一边也是四波啊 嗯 也是四波 第二次四波了 那这一边的话也不管他 不管他 这一边是我们点法 这个是必须要点的 然后我们点继续 这一边的话也是一样不管他啊 继续 这一边的话我们是思想 一定要点思想 因为我们在做实验嘛 对吧 不要让别人看到 思想以后OK 我们点完成 OK现在重点来了啊 重点来了 大家看到啊 我现在这个摄像头还是我的背景 这个背景掉去了我摄像头的一个 一个 视频的一个支援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要推流OBS的东西怎么办呢 重点来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这边不是本身默认的是UBS的摄像头吗 对不对 我们点一下他 OK我们选下面这个第二项 第二项这个就是OBS的虚拟 并以摄像头 我们选择他 大家看到没有 选择了以后现在就是我的OBS上的内容对不对 这背景是不是我OBS上内容 啊 对不对 是的了啊 嗯 OK 那我们开始点开始直播 我们点开始直播 OK现在正在直播了对不对 左上角直播现在时间已经开始了 这个就是我的OBS上的内容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就是我OBS上的东西 OK大家看到啊 现在直播已经开始了 现在已经是这边选择直播的话 就已经开始了 OK这个显示的是我OBS上面的内容对不对 OK 那个屏幕上显示 我把这个缩小一点啊 OK 大家看到就是我这个内容是不是啊 那我现在要调用浏览器的这个 这个内容 OK这个视频 它是不是就显示到YouTube上面去了 它已经到YouTube上面去了 对不对 把这个信号已经涂送过来了 但是有点奇怪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 画面是反转的 啊 我在这个 OBS上面呢 这个画面啊 它的喷泉是在我的右手边 但是到YouTube这边来了以后呢 它的喷泉是在我的左手边 对不对 是在我的左手边 好了 这个没有关系啊 那假设你用其他的账号来搜寻我这个账号的话 看我直播的话 它的画面是跟我这个OBS上是一样的 也是喷泉在右手边的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这个YouTube为什么会把这个 视频做一个反转啊 搞不太清楚 搞不太清楚 那你 OBS上面的话呢 你假设是采取你摄像头也好 或者说你播放录像也好 或者说你 播放这个电脑画面PPT什么东西的都好 你这上面采取什么 他在这边就播什么 非常的方便 简单使用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芯来呢 今天 我们下期视频